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孔法大师十处心论 第十 秘密庄严心 那这个 秘密庄严心 是以密教本身设立的 一个立心的立足点 那其实 这个第八心 第九心 第十心 这三个心是平等的 是平等 也就是讲 第八是属于天台中 天台中的这个究竟 那么第九呢 是法言中的究竟 第十呢 是密中的究竟 可以讲八 九 十 这三个心呢 这立足点 是平等 是平等 那什么是秘密庄严心呢 这个秘密两个字 是关系到密教的 关系到密教的 因为密教里面的所谓的本身的秘密 在于大日如来的身口意 在于大日如来的身口意 也就是说 生的秘密 口的秘密 跟义的秘密 称为三密 这是大日如来的三密 那这三密是什么呢 也就是身口意 清净 那密教依这个去修的话 就是叫 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呢 假如呢 你身口意 也是一样清净的话 那么你就是大日如来 众生的心呢 跟大日如来的这个心呢 身口意 完全一样的话 等于你自己本身就变身成为大日如来 那大家晓得 这个大日如来是很庄严 他可以讲啊 是五方佛当中的 中央秘如则那 大日如来 可以讲密教本身的教主 密教本身的教主 密教本身的教主 其庄严之相 非常殊胜的 非常殊胜的 那他本身的这一种庄严呢 你自己晓得啊 你自己晓得 这个你当你印证了 身口意清净的时候啊 你就变身成为这么庄严的大日如来 你拥有这个五大的智慧 五个很大的这个智慧 而且身口意都是清净的 那这个立心啊 你这个时候啊 你的心啊 立心啊 就是大日如来 那么也就是 闭密庄严神 也就是闭密庄严神 我们密教啊 在修行啊 可以讲起来 是用一种医家的方法 悠感 医家的方法 一种相应的方法 那么一步一步的修 你要修可清净的话 你就一直持咒 一直持念这个咒语 你要修这个身的清净的话 你必须要守戒 那么以你的身体啊 做大所应 以你的身呢 做大所应 身大所应 使你的身清净 那么你意念本身要清净 你要修什么呢 要修观想 修观 那么再由观呢 进去到这个气脉点 进去这个气脉点的修行 气脉点本身的修行啊 也等于是身口意的修行 完全是一样的 身口意的修行 跟气脉点本身是相通的 相通的 那么气脉点的修行 以后呢 就以你自己的气脉点 去证明这个宇宙的空性 达到了身清净 口清净 意念清净的时候啊 二者之间啊 就互相 我们讲 Yoga 就是相应 那一相应的时候啊 就变身 变身是什么 寄身成佛 这个是秘密庄严性 他的本身的理论啊 他本身的这个理论啊 他的理论就是在这里的 那么实修呢 就是要靠我们啊 这个修身清净 口清净 意清净 那么修气脉点 去证明空性 达到了空性的境界 那这个有所谓的密教里面 有所谓的外法 就身口意清净 内法 这个气脉明点 啊 的修行 然后有无上密 无上密呢 就是更高级的啊 消除你这个若身本身 欲望的一种修行 最后呢 达到大圆满 证明到空性 在密教里面呢 我们常常讲那个 立断 立断 跟任运 是大圆满的境界 所谓什么叫立断呢 立刻断除你这个凡夫的身 凡夫的身口意 马上给他断除 任运 马上充满整个宜众 其实禅宗的方法 禅宗的方法 也可以讲是立断 因为我这个不好的念头啊 所以有的念头一来 马上给他断 就是立断 那么任运呢 任运就是 本身就是充满整个宜宙之间呢 你就是佛了 禅宗也是这样子 直指的 也是 就是这样子 直指 禅宗也是这样子 在密教的大圆满里面呢 叫做这个 talk 跟彻切 彻切 跟talk 就是立断 跟任运 那当然呢 要到这样子的境界 当然是很困难 但是大家可以慢慢来 我们本身在修这个密教的法的时候 他要叫你观空 观空 观空就是把这个 你自己的身心都化为空 整个有色的世界 整个物质的世界都变成空 OM SOBHA SUTA SAWA TAMA SOBHA SUTUHAN 这个是观空咒 观空的咒语 你要念观空咒 念啊 然后把自己的身体化为空 把自己的心也化为空 把整个有形的世界啊 这个有形象啊 一切物质的世界都变成空 这个时候啊 二则之间呢 就 就融入 我常常形容是这个样子 这个宜宙的法流 进来 跟你完全融合在一起 水跟乳交融 你要证明啊 你就是佛 就是要到这种境界 闭密庄严信 你要到这种境界 你要进到宜宙的心里面 就是把你自己化为空 宜宙要进到你 你啊 宜宙法流要进到你的身体 你要化为空 就像你是一个杯子一样啊 这水一倒进来 法流就充满 这是一个相应的境界 啊